三个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三跑吗 这一把的话我们一个人扛住压力 修最后两台机我们一个人溜起来 然后同时的话边溜边把整张的地图地窖给他排一下 中间还说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地窖看错了 这确实是属于老年人的失误 不过后期的话通过一个慢翻细节 消耳鸣来达到我们走地窖一个好处 然后我们这一把的话一定要来学习一下 怎么去溜出转出转这东西的话 哪怕二级其实也很好 这有点烂的被架了 主角去下板准备 你俩没有地窖 海绵被他 海绵被他跟他玩过了不少 平过来 呼喊一下下板准备火球啊 你丢火球能封到技能的 平过来 找不到 找不到 要不扣血呢 哪里有地窖 说实 扣血可以 能地窖 往回一下这样的话能扣他个石头 不要害怕 手里没有闪就没有攻击了 回过来 下板 再下板 大门没地窖 那东西我再闪现好了 没有地窖 咱们要转走了 这边吃一刀了 吃一刀的话我还少传六鬼一圈 刚好 二级了 切成红弹 咱们要那啥 可能 这人该会秒飞啊 秒飞 哎 神龙穷很难搞 现在不知道这边有地窖 有风窗 不可能 别过来 转一圈了 贴摸一下 呃 这边有地窖 这距离够不够 能够 快走走地窖 他闪现又好嘞 他闪现又好嘞 百分之三 别下板 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要全排外快走 哎 我地窖呢 我操 我小穿地窖呢 别偷了 别偷了 反我地窖 谁把我地窖搬走了 我干了 大门没有地窖 哎 不太急 不知道有可能跟丢了 不行 这个点位 可能看到我 不行 先躲一下 反走一下 不太急 应该应该有机会 他交 真的大门吗 真的大门呢 赢了 他闪现好了